相信最近有看过挑战者杯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发现了,挑战者杯的热度远远低于KPL夏季赛。 之前的KPL夏季赛,在一些平台的热度都有两三千万,人气队伍上场时更是有四五千万的热度,但到了挑战者杯时,一场比赛的热度却只有几百万,最多的时候也才一千多万热度,人气减少了一大半。 对此,我总结了以下四点原因。第一点,黑甲和全国大赛的队伍过多,而且大多数知名度都很低,带来的流量也很少。 虽然此次还有主播天赐的战队TCG,但他的粉丝大多并不喜欢看这些比赛。 第二点,AG超囊会、TTG、HERO酒精等人气战队都能够得挑战者杯资格,这让挑战者杯流失了一大批观众。 第三点,九月份是开学季,所有的学生群体都陆陆续续地上学去了,大部分时间都没法去观看比赛,只有周末或许才有时间看比赛。 第四点,战队之间实力差距过大。 虽然挑战者杯是个挑战强队的舞台,但大多数战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过大,导致比赛没有太多的悬念。 解说预测经常出现一边倒就是最好的例子,大家观赛的热情大大降低,索性就懒得再看比赛。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四大原因,如果你认为还有其他原因,欢迎补充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